好 知道了这个 担保业务的 流程划分 值字划分 接下来我们是 按照这个 担保业务的 主要阶段 来讲解 每一个阶段 会面临的主要风险 以及应该采取的控制措施 首先讲担保计划 以立项控制 那么这里面又分成几个环节 其中就是业务受理 那么这里面就是 需要我们提供担保的企业 向我们提出担保申请 那我们要去 受理的部门 要对担保 我们要求我们提供担保的企业 要进行审查 对这个担保项目本身 也要进行审查 看看的是什么 就是 它是不是符合我们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和我们这个企业 本身的规章制度的要求 那我们来看看 它一般会有什么风险呢 一个 审查把关不严 产生误寿 那没 审查实际上就是替领导审批决策把关 如果我们审查不严格 可能这导致不应该担保的企业 不应该担保的项目 我们提供的担保 叫务寿 还有呢 这个担保资料呢 可能是不完整 不合法 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一个呢 是井华化工 违规担保案例 它以09年2月份 11日 井华化工集团 为葫芦岛 华田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了 5500万元的借款担保 但这个担保呢 没有经过 这些数 金额比较大 所以应该 按照规定 应该是报股东大会 去审批的 没有经过股东大会审批 审批 程序审批 属于违规担保 另外呢 公司一直没有对担保人的经营财务状况 进行日常监督 或者叫过程监控 直到2011年4月9号 这过了一年多了 才发现了这笔担保已经预期 这个时候呢 这个华田 就是被担保人 已经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 清算成绩 已经破产了 要破产了 那怎么办 他破产了哪有钱还啊 资不抵债呢 无力偿还这笔债务 所以银行 就转身跟我们要 担保人要 所以公司将为5500元贷款 承担连贷担保责任 那破产呢 你还怎么还啊 能要回来多少 没有办法进行什么 求偿是不是 那我们从 站在这个景化化工集团 这个角度里看 他的问题在哪里啊 就是事先的审查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要找到这个破产这种地步 应该说之前应该是什么 他的经营财务状况 肯定是很不好的 是不是 你看他这里提到了 他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81%了 那负债 这超过了我们的资产负债率 一般的这种控制线 警戒线是吧 70% 那高负债 高风险这样的企业 本来不应该给他提供担保 我们还给他提供了担保 你就给自身带来了巨大的这种负金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审批 这个程序没做好 好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个例子 叫东博先生吞苦果 他讲的是上海某实业总公司法定代表张某 为了向银行申请贷款 找到了熟人蔡某 提出请蔡某的联合公司 为他们提供担保 蔡某出于这种 朋友吗 关系好吗 同意了 当场就给他签字盖章了 银行下失业公司呢 发发了700万元 结果 打水漂了 用这批钱去 贷款去做投资 结果全部亏损 无力还钱 然后又向蔡某提出 聚起担保 蔡某又签下了担保书 银行有借薪还旧的方法 重新发发了750万贷款 将其中700万元 偿还旧贷款 直到贷款期满 新冠银行还留了这么一手 否则的话呢 我们这个张某 是不是还要 实验公司的这个张某 是不是所受的这个经济损失 是不是更大 那到最后呢 说750万 他还不了 代管期满要还不了 还是还不了 银行呢就是 把担保方 告了 起诉了 要求我们的担保方 就是这个联合公司 对实验公司从银行借贷的 750万元借款承担 承担 联大清偿责任 那我们从整个案例来看 有没有这个 实验这个公司 张某的这个问题啊 有 他蓄意的是吧 那设计这个骗局 是不是 但是 更主要的是什么呢 你 为什么要上他受骗 为他提供这个担保 你第一笔给他提供了担保 那么 人家没还清这个第一笔贷款的时候 你为什么还接着 又愿意给他第二笔贷款 提供担保 你这个就是什么 这是有点问题 所以这叫自吞苦果 付出的这种惨重的这个代价 好 那么我们说 面对这样的这个风险 那我们怎么来对 担保业务的受理申请这个环节 进行内控设计 一个呢 就是 首先要流程化 要去正确划分这个流程 第二呢 我们要加强审核 加强审核 好 我们来看看 流程化 一般是怎么样呢 这里是一个示意图了 是一个示例 对不对 这是流程度的示例 是吧 那我们来看 从开始 收到当本申请书 那么我们要去 这个去 审查 看看是不是符合我们企业的担保政策 是不是属于这个企业 允许提供担保 的范围 如果是 那么就是继续往下走 如果不是 那我们做什么 不接受 是不是 那 是的话 我们还要去 不能完全相信他 我们还要去 搜集 担保申请人的相关资料 和相关信息 去进行 审核 如果是审核通过 他这个就是看看他是合不合法 如果合法 我们就是再往下走 如果不合法 我们要返回去 那么 还有呢 是什么 要把它提供给什么 调查评估 接下来还有调查评估 这里其实说的是受理申请 他主要是首先看看是不是我们 企业 担保政策范围之内 所允许 他提供的资料 是不是 完整的 合法的 这里应该是 我们说这个 完全性和合法性 这是会说受理申请的流程 那么审核呢 审核呢 我们主要是说要标准化 你怎么来这个 说可以受理 还是 拒绝 那 我们要看什么呢 一个看 他是不是可以属于可以提供担保的对象 那么 这个呢 我们企业 在做担保业务内控制度的时候 一定要有明确具体的标准 能够量化的要尽量量化 比如说 他的资产不在力 一般的来我们这里担保的这个企业 资产不在力 不能超过 70% 我们可能要这样一种规定 那么还有呢 是要对担保申请人整体的实力 经状况 才会状况进行前面的审核 还有呢 我们要看看他资料的完备情况 从这三个方面去进行审核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这三个方面 但是你还要 结合这个 写的实际情况 围绕着这三个方面 给他具体的 给他 列清楚 这样的话呢 你做出来的制度才有什么 可操作性 否则的话就这个笼统地讲 其实还不知道 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来操作 这就是我们强调的这种标准化的 它的这种 意义所在 就是要具体 清晰 能够量化的 尽可能量化 好 那么他这个担保申请 这个这一块 它的这种 关键控制点 主要是在哪里 一个是什么 就是要 严格审核 审核是一个是 它是不是属于我们企业规定的范围 这个我们在制度上应该规定清楚 另外他提出的担保金额 是不是在企业限定的范围面 比如说 它是不是超过什么 净资产 对单个企业 比如说我们一般有企业规定 对单个企业的担保 担保的累计金额 不能超过我们这个企业 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如说10% 我对单个企业提供了担保的累计金额 不能超过我竞产的10% 那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还有这个是 受理担保评判标准是不是一致 它的这些 是不是和我们受理评判标准的一致 就是我们首先要有标准 就审核 什么样才可以进行 受理 我们可以再往下走 要有清晰既定的标准 第二个呢 我们要去严格审核 他申请资料的完整性 合法性 还有呢 有效性 完整 比如说你这个担保项目 又要干什么 你有没有这样的说明 合法性 你这个项目呢 是不是 你这个借的这个钱 用的这个投资项目 是不是国家政治范围允许的 是不是 那么还有的是什么 有效性 有效性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 他的这个担保 去进行这种投资 是不是这个能够 他的这收益啊风险啊 有没有这个 是不是可扣 可以预计的啊 就是投资的收益 是不是超过了他投资的这种成本 那么还有呢 是对担保申请人这个基本资料 真实性 合法性 尽确的 还有一个真实性 他是不是 他所提供的资料 是不是做了手脚 这也是很重要 好 如果我们说符合我们的这种 受理的这个标准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二个环节 就是调查评估 调查评估一般会 存在什么风险呢 就是我们对担保申请的资讯调查 不深入 不透视 或者根本就没有做什么调查 结果呢 不该接受 不该这个提供担保的 我们提供的担保 还有呢 是除了这个对申请人以外 我们还要对担保项目 就是他这笔资金 他用来干什么用呢 这个项目的风险 评估不全面 不科学 第三呢 是没有对反担保相关的这种资产状况 进行调查评估 反担保 相关的这种资产 它的真实性 进行调查 最后呢 是我们调查评估 最后没有寻成的 熟面意见 没有决认 没有决定 熟面意见 会有这样的一些风险 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想的是上德电力 它呢 欧洲势力的一家基金 叫环球太阳能基金 它是作为主要投资人 并委托了管理公司 GSF 全钱管理 主要是从事太阳能 光伏电站的开发 建设和运营的投资 在意大利的建成并满了 145兆 瓦 光伏电站 未来确保项目建设 胜利运行 上德呢 为项目融资提供的担保 那么其后呢 这个GSF的母公司 为上德电力提供的账面价值为5.6亿欧元的 德国在线为反担保 这个世界 这个环球太阳能基金呢 是以上德为主要投资人设立的一家这个基金 那么这个 他们去进行这个太阳能基金去进行这个项目投资的时候 需要融资 需要融资呢 上德电力呢 自为 环球太阳能基金的融资提供了担保 那么这家这个基金呢 它有一个管理方 那么它管理的这个方的这个母公司 为上德电力的担保提供的反担保 所设计的财产呢 是什么 资产是什么呢 是德国债券 价值是多少 5.6亿欧元 那后来呢 按照这个制度的 按照我们中国担保法的规定 第64条 出资人和知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定立 质押合同 质押合同自质押物 移交给之前的占有时生效 一个 你要什么 这个 移交 第二个呢 你要办理这个质押手续 但是呢 上德电力呢 并没有 去 一方面没有去核实 这个债券的这个真实券 第二个呢 也没有去什么 去办理质押的这种相关手续 所以 后来才发现呢 这笔债券根本就是不潜在 所以 最后呢 这个 上德电力就因为这次反倒的骗局 陷入了严重的 经营危机 导致他的这个股票的价格 他在纽约上市了 大跳水 从每股90美元 到了不到一美元 就是因为这个事件 就是这个 反当保 他没有的 虽然才是反当保的措施 但 没有去核查 审核 这笔债务的 真实券 同时呢 也没有去办理相关的手续 最后 给企业 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最后这个上德电力自己也是什么 就是 倒闭了 破产了 所以这种反当保 很重要 好 那么我们怎么进行调查评估呢 我们最后要寻找一个什么 绝对 要有书面的这个意见 那就是 要有这个书面报告 那书面报告一般设计什么样一些情况呢 怎么才算是规范的呢 要试着叫基本情况 就是 担保企业 担保人 和担保项目的基本情况 担保企业基因情况 财务状况 借款的需求 还款的来源 合理自己分析 反担保措施 是吧 还有主要存在的风险 反反控制措施 应该是要这些方面 这些方面你都需要去 在 调查的过程当中 要需要考虑的 那么 调查评估 这个环节的内控 应该怎么设计呢 当然也是 首先是流程化 对不对 那在流程化的时候 要注意到 要从两个方面 去进行调查 一个 当然要看财务状况 比如它的 资产财产率 等等 它的这个 进行效益 比如说 凹逸 进账收益率 毛利率 等等这些方面 还有呢 要考虑非财务因素 业有方面 是吧 那么还有呢 就是 我们说这个 在这个环节里面的 一些关键控制点 在哪里呢 就是一 我们要去进行调查 对它的自信 还有呢 对担保项目的 本身的这个风险 也要进评估 第三点呢 是说 我们要划定 不易担保的红线 禁区 最后呢 是形成规范的 调查评论报告 怎么样算是规范 就是你涉及的内容 要进个到前面 我们刚才已经 给它 列视了 是吧 好 从非财务因素 方面进行调查 涉及哪些方面呢 就是 这个 担保申请人的 基本情况 比如说 它的注资资本 经营范围 股价结构 官僚企业 分支机构 发展战略 这些 基本情况 你要去了解 还有它的 所在的行业 它的行业的竞争程度 它的这个销售模式 客户的情况等等 还有这个企业 自己本身的 执行状况 比如近三年 贷款记录 对外担保记录 诉讼记录 纳税记录等等 还有这个企业的管理水平 管理人员的素质等等 这些方面 都要去进行 全面的系统的调查分析 那么这个流程呢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 它的调查评估的 这个硬作的流程 我们受理了 接下来最要到什么呢 就是收到我们这个经审核 前面这个审核 受理申请审核通过的相关资料信息 然后去调查 申请人的资讯状况和 评估这个项目的风险 然后形成这个调查报告 然后是什么 我们要去经过审核 审核没通过 打回去重新进行调查评估 如果通过了 再往下走 就进入到担保业务的审批流程 我们说这个担保业务调查评估 这个环节的关键控制点 一我们要去对担保申请人 资金状况要进行调查 那么主要是从两个方面 一个是非财方面 另外一个是财务方面 包括它的资产状况 产债能力 盈利水平等等 那还有呢是什么呢 我们要对担保项目本身的风险 要进行评估 那么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担保项目 是不是符合国家政治的法律法规呀 那么这个担保项目 本身就有哪些风险呢 它的这个投资的前景 投资的回报 项目的周期我们都要去 分析评估 然后呢还有呢是根据自身的这个 情况划定不易担保的红线 这里面主要可以参考的 一个依据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财政部联合其他四个部位 在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2号 担保业务 它已经明确规定了 五类不易担保的情形 那我们还可以结合企业自身试剂 来进一步的啊 来给它进行标准化啊 就是近期红线 所以这样的我们有病的啊 高纬的这个企业 一定不能给它提供担保 要给它拒之以美满 最后呢就是第四个处形成 规范的调查评估报告 内容呢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现在我们就说了 你这个调查报告的应该是什么 啊 要签字确认 要由调查评估的签字确认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横积化的一个体现 啊 我们说内控三大基底 其中一个叫横积化 内控非常强调 处处实实留下痕迹 主要是通过我们在做 内控制度设计的时候 要设计出相关的那种表单 那通过这个填报这个表单 一方面意味着你的这个 实施的这种控制措施 是不是落地了 比如说我们说要对 担保业务受理申请通过以后 通过审科以后我们接受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调查评估 那你有没有这个进行调查评估啊 调查评估的决认是什么样啊 谁对此而负责呀 他要通过在报告 提供报告 行政报告 并且要在报告上 请签字确认 然后如果不签字 不确认 没有报告 那么我怎么来接下来是来判断 他确实是进行了调查评估 我也没有办法在事后进行责任的追溯 谁应该为不应该这个担保的这个业务 承担责任的是不是啊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啊 第四点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企业内部控制应用 指引第12号担保业务 他规定了五个 五种情形我们这个企业是不能够提供担保的 啊我们来看看他第六条 呃是怎么规定第一个 这个担保的项目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企业担保政策的 就是合规系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非常重视环保 对一些高污染的项目 我们是不允许进行随便上马的投资上马的 你对这样的这个项目 你就不能够提供这个担保是不是 或者是国家要淘汰的就落后的产能 那本家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不允许这个去再进行投资的 那他要去投资 缺钱 要跟银行借钱 要求我们提供担保 你能提供担保给他吗 那不行 这是会使得我们也 呃这个承担这种法律的这种责任是吧 把这些风险 第二个人已经进入重组托管兼并或者破产清算程序了 他已经快要破产了 这已经快要临死的人 你还要怎么去救他 没办法去救他 你要给他这个钱 这等于是白送给人家 这相当于是肉猫子打狗 有气舞 是吧 啊 啊 第三个的是什么 他财务状况恶化 资不抵赛 管理混乱 基因风险较大的 别 那这个方面你可以去量化 啊我们这里说的都是颜值性的 规定是吧 你可以量化 什么叫 财务状况恶化 比如说资产负财力 超出百分之 70的 可能我就不能 这算作是财务状况恶化 我不能给他提供 担保 那资不抵资好处是不是 啊 还有什么叫管理混乱 是吧 应该有的国家制度他没有 或者他经常频繁出事情 引起这个 呃 法律纠纷 那顺便他的管理水平就比较差 也会呢 还有金融风险比较大的 是吧 那要尽可能用 呃 能够这个用指标进行量化 第四个呢 就是以其他企业承担的较大经济纠纷的 面临法律诉讼 而且可能承担较较大赔偿责任 这种你要通过 啊 法院啊 啊 啊 这样的一些 渠道呢 去获取相关的信息 看看他有没有这个面临这样的一些 啊 救费 第五个呢 他跟我们打交道 啊 发生过这个担保救费 而且没有妥善解决的 啊 或者不能够及时足额交代担保费用的 那像这样的企业 你还要给他担保吗 不应该了 这好比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个案例 啊 他第一次我们给他提供了担保 结果他不能偿还 又提出第二次担保 那像这样呢 第二次还能给他吗 不能给他 是不是啊 这是我们说的是五点 颜值性的这种 规定 我们企业呢 还要结合自己的实际 进行呢 更加详细 集体的 标准的这个质体 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制度啊 啊 才具有可操作性 啊 我们进行这个调查评估的人 啊 或者这个劫测的人 啊 才 有据可依 才能够呢 去进行有效控制 或者控制就会实际预据 啊 这标准化的目的就是 为我们的相关控制主体 啊 实施相应的控制 提供的什么 预据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调查评估风险控制点 讲个案例 啊 在柳州市 正式推出了信用担保 评估体系 他针对于中小企业 融资难 啊 难在哪里啊 那中小企业 没有什么财产可担保的 实力比较差 啊 那么 他怎么来 这个 怎么来对他进行这个信用评估啊 啊 那么这个 柳州市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原理公司 他推出了这个信用评估 担保这个体系 是吧 那么他建了一个信用数据库啊 他通过来去研究 各行各业 他们的共性个性 在参考国内外 多家金融企业及同行业评估 信用评估办法的基础之上 他制定了 推出来了 市工业企业 信用担保评估体系 这个评估体系 他是怎么做的啊 就是 他是首先是 啊 有针对性的 设置了 几个维度的考核指标 比如说 这个企业的运行能力 常载能力 理约状况 基础素质 综合实力 社会信义 这六个方面 六个维度 而且呢 是 呃 按照百分之进行打分评定 就给各个指标 试制的这个 权重 分配的权重 然后呢 根据他的这个 这个 需要提供担保的这个企业 啊 他的这个信息 我们搜集的信息 给他这个 进行打分 啊 按照这个 评分的这个结果 评价结果 来确定这个企业的信用等级 和信用担保额度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讲 想这样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信用调查 调查 评估啊 主要是评估是不是 我调查完了之后 我怎么来进行评估啊 我事先要设置一套 啊 适用于 所有来跟我们 要求提供担保的 这个企业的就 啊 评估指标体系 那你可以 向他这个学习借鉴 啊 参考制造评估指标体系 啊 从 几个维度 试着相应的这个指标 啊 同时呢 被每一个指标 根据他的重要性程度 不予相应的这种权重 啊 我们呢 按照百分之来 去分配这个分数 加总加一百分 然后呢 我们在设定的这种评分的规则 啊 这是说的这个 啊 我们这个 做法 啊 评估指标体系的做法 那 这个评估指标体系合不合理啊 非常科学合理 是不是啊 你看 这些企业 中校企业 啊 他们呢觉得这个体系很好 是吧 呃 科学 合理 啊 而且企业呢 也得实惠了 啊 你看他这说的 这家企业 啊 刘昭 啊 这家这个 家用纺织品 有限公司 总经理 他说呢 信用担保评估体系的好处就是 规范 方便 应做更加科学 啊 所以我们建立这个 评估指标体系就是什么 叫科学 辩解 就指标不能太多 也不能用太复杂 不好算 啊 哎 你要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 科学的就是说 你看 我不是拍脑袋 我是有一套指标体系 是吧 我用 百分之 打分法 我有打分的规则 啊 那么 在调查评估之后 接下来就是审批 环节 审批环节有什么样的风险啊 一个审批程序不规范 有诊的问题 啊 第二的是 对担保申请去调查 评估报告 审查不严格 啊 产生了误受风险 啊 不应该这个接受的 担保企业 担保这个项目 我们呢 提供的担保 第三个是独立董事 没有充分发挥 他的监督作用 这讲的是独立董事 在担保业务 风险防控当中的 应该起到的监督作用 我们来看看案例 要亚新化学 成为大股东的提管机 这讲的是2016年8月份发生事情 亚新化学的前任董事长 他以公司名为亚新集团 向深圳某公司的借款 提供了担保一亿盐 所以亚新集团呢 向深圳某公司 他借了一亿盐 那么这个深圳某公司的要求呢 提供担保 亚新化学 就提供了这个担保 那么这个他是一个家这个 亚新化学是一家上市公司 是吧 那你这样的这个 担保业务 都是属于三众一大四项 应该是上董事会 或者是股东会来审议通过 而且按照你是上市公司 你还要对这样的信息担保 业务的信息 进行信息披露 他也没有进行信息披露 违规了 那么你看他这个 整个的一个事件就是这样的 那么你看他是 设定了这个几家企业 就是亚新集团 深圳某公司 新兴联合化工 那么这个属于亚新集团的 这个 控股子公司了 他们三方在2011年 签进了补充学义 约定亚新集团 在2011年底 偿皇接管北溪 新兴联合化工的作为担保人 为该笔计划的承担担保义务 亚新集团将持有的 新兴联合化工的股权 质押给深圳某公司 但接管的9300万元 亚新集团辞职未还 亚新化学的担保责任 有没有解除 而且对这段事项 没有规定进行披露 这是具体情况的 这偿还了多少 7% 93% 没有偿还 那么所以我们说 如果从监管部门角度来看 他这样一种担保 是属于违规担保 一没有走 审批流程 没有经过董事会 或者股东大会审批准 第二个 应该披露 没有披露 就违规担保 那这得对呢 这家上述公司 养性化学 又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不仅仅是 财产损失 还有这种 形象生育的这种损失 再给我们来看看 孤单照明 那么他也在2013年3月6号收到了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主要是什么呢 他也是就是违规担保 担保者社交金额是到4000万元 没有进行的审议审批这个程序 还有呢还有披露义务 也没有 所以也是属于违规担保 一个 你为这个子公司 为你的这个官邻企业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你要 按照官邻交易 这种审议审批 就存息息走 另外你也是担保 你要经过这个股东大会 然后进行审批 第二个呢 你应该披露 即使披露 也没有 所以也是属于违规担保 结果遭到了这种证监会的这种处罚 你看他是在这里面还有独立董事 跟独立董事也有关系 是吧 因为这个公司 8月29号2012年8月29号专门发了公告 负担照明 负担照明 这个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有和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这份报告称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也不存在为空股东及其家关联方任何非法 非法人单位后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是吧 那实际上是 有为官联方提供了一个担保 而且没有及时进行披露 本来是独立董事应该是起到监督的责任 没有起到 而且呢 所以这是严重的失职 没有呢 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好 那么对于这个审批当中 存在的这个风险 应该怎么办呢 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起规范的流程是吧 审批流程 就是 提出担保申请以后我们要进行呢 足及审核 批准 再一个 我们要确定一些关键的控制点 主要是四个方 三个方面 一个要规范审批的 流程 再一个要认真审查 担保申请以及调查评论报告 还有一个就是独立董事 应该发挥应用的 对担保业务的监督作用 那这个是担保业务的审批流程 担保经贸人员提出担保申请 首先要经过财务部经理的审核 因为他是规范管理部门 他自己首先要 去把关 根据这个 针对这个担保申请书 调查评报告 进行 审核 如果不通过 返回去 如果通过了 再提交给财务总监 就是我们主管财务的副总 进行审核 还要 因为三中一大事项 还要经过总经理 去审核 这就 看你的这个 权限的划分 是吧 最后是经过 进入了审批 审批这个 环节 一个是董事会 一个是 股东大会 这就看你这个 权限指引的划分 是怎么划分的 这实际上也是 要标准化的一个体现 担保业务 我们怎么 进行的分级的审核 分级的审批 具体标准是怎么样 我们要在制度上 首先要规定清楚 这个就是 担保业务的审批流程 审批通过以后 就进入到 担保合同的签订 和旅行这个过程 那这个是 流程图的 示意图 这跟刚才是 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 好 那么这个 它的关键控制点 担保业务 审批的这个关键控制点在哪里 一我们要规范 审批流程 要有相应的制度 在权限指引上 要明确规定 那么 实际上就是说 这里提到了 要确立 要应当根据公司法等国家法律法规 结合企业章程和有关管理制度 包括我们说的企业内部控制 应用指引 第12号 担保业务 我们 来确立我们的担保业务的 这种 判断标准 审批权限和程序 这实际上就是把 标准化 没有清晰具体的这种标准 没有办法 无种去判断 应不应该 接受 应不应该 审批 通过 就要标准 只有这样 做出来的这个担保业务的内控制度 才具有 可遭作息 第二个就是我们审批人员应该是认真去审查 去审查 那么这里面就是说 作为这个 高层 董事会 比如说我现在也是在 上市公司 还有 国有企业 担任独立董事 外面董事 担保业务 一般都要提交到董事会 我非常 我作为财务的这种董事 我比较注重的是什么 就是 总额的控制 比如说对单个企业 累计的 担保的这个额度 担保的金额 有没有超过 我们为单个企业 设立的这个担保的这个标准 还有呢 我们这个企业 累计的这个担保金额 对待担保的金额 有没有呢这个 超过 我们的这个总体的 控制的标准 比如说一般是什么 看看 占我这个经省计的 净资产 百分之 最多我不能超过百分之 六十 当地企业的 不能超过 百分之十 我们要从这个 总体上 要进行把控 再就是 独立董事应该充分发挥什么 监督作用 啊 就是刚才我说的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担保业务 啊 审批控制这个案例 就讲的是托普软件 纪格关联担保 啊 那他 曾经 啊 这个是托普 这个企业 形成一个托普系 他 为什么会 资产迅速膨胀啊 啊 跟他过度投资有关系 过度投资需要有钱 就是 他使用的是什么 啊 就上市公司这个平台 为关联企业 频繁担保 提供担保 啊 我们来看看 他 03年 年报披露对外担保发生共达到多少 7.5亿 啊担保余额 是7.8亿 啊 这个是当年都发生了 这个是 加上其出的 担保额就占到了净资产多少 百分之78.79 严严超过了政官 政官 就是我们的这个证券监管部门 规定的公司净资产百分之50 有这个标准 啊 他也要超过 78 对不对 啊 还有呢你看他为 控罗子公司 提供的这个 担保发生了 合计为 啊 1.8亿 担保总的占 净资产比例多少 4 461 不得了 对不对 啊 这是04年的情况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 啊 我们的这个 董事会 尤其是 独立董事 没有起到很好的这个监督作用 啊导致呢这个 对外的担保的额度 也有超过了 啊 证券监管部门 所规定的 不能超过净资产的50% 啊 是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最后这个企业自己 也是班级石头 扎自己脚 啊 包括他的董事长 都被判刑了 是这样子强谱了 是这样子强的 然后最后这个 灰子就会跟着